国立中心大学行销系率外国学生来到民间体验制茶 并透过实际走访认识台湾茶文化以及茶叶的生产过程 今天就是中心大学李教授 他带我们外南、缅甸、伊索比亚、印度 他总有六个国家要来做体验 他今天来也真的烦恼大家 我们记者认识 今天这个地图就是我们做起来 总有五种要给他们做体验 稍等会要给他们抗赐 如果抗赐他们吃得准的时候 都有状态就要给他们奖品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 老之茶感到相当新鲜 从柔茶开始并喝着台湾五种特色茶 虽然体验的过程不太顺手 但是也让国外学生一起交流不同国家的文化 我的名字是Run Thi Jing 我来自弃南 今天是我的厉害 在茶厅里面 我感觉有很多种各种茶 我喜欢自己做茶 我感到很喜欢今天 今天是一种旅行的 台湾的茶很棒 我推荐给我的国家的朋友们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看课本上的介绍不如实际来体验 中兴大学行销系教授李中卢表示 这次的体验让外国的学生 学习台湾传统茶叶的生产过程 并借着体验让这些学生 都可以把这种感觉带回故乡 那一位是越南的同学 他是说是班二年级来台湾久一点的 吃过喝过台湾的茶 但是他也是很惊讶 台湾的茶原来就要这么精致 那台湾茶在越南很有名 所以他也久闻其名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胜利其境 享受这样一个饗宴 谢谢 透过茶厂的制茶体验 让学生从体验中学习 并将台湾充满特色的茶文化 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也让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有所了解 让台湾茶香文化得以宣扬 记者陈寅志民间箱采访报道 准备这个科学人早上 大学是对他们的 科学人箱采访 cours 大学的城市 您可以试试 这用来点 所以儿个人